第九次上课 这个reputation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让你去突破一下 就是说你平时担心啊 这个会不会说错啊 怎么样 考虑太多的问题 今天是 1月9号 正好也是第九次的上课 星期一 今天出发有点晚快9点钟了 然后 好像路上有点塞 到那边的话应该刚好是10点 或者11点 今天 休了两个礼拜 就是课停了两个礼拜放假 到现在才开始上 然后 停课的第二周的第一天 第二天我们去了一下 去了一下那个 那个学校的停车场 我们自己做了一些练习 然后最后就陪孩子啊 然后 店里也忙啊 就没有去了 然后他们好像有再进行了一两次 然后待会可以见到所有的同学了 今天下雨 昨天没下雨 前几天一直下雨 昨天停雨了一天 还是天 基本上天晴 今天又开始下雨咯 我没有认识 你不听你 你不问我 你觉得脉 你觉得脉 你是不安排 我现在在脉 你不知道 你才我们走开 我走开 你不想去 你不想去 你不听 我不听 我希望听 我希望听 希望听 我希望听 我希望听 好大雨啊 今天我们是在那边上课的 刚才来的时候我们都好多人都 就是找那个教室 找了半天 然后又下雨嘛 现在下完课雨更大 今天上课 那个Mr.John Raskin 没有在就是另外一个老师和一个助教 一起来跟我们做这个reputation 但是他的形式上有点不一样 就是怎么说 前面一段时间是大家一起做 然后后来分成一对一的组 然后四个人一组 然后再更多人一组 然后后面是我们各自上去 做这个reputation 就是对方对手说完一个词的时候 另外一方的反应让大家说 我们能看到他的什么反应 这个蛮有意思的 就反正就是去形容 然后去说那种感觉 那个当下的那个moment的感觉吧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点是 有一点就是这个reputation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让你去突破一下 就是说你平时不太有担心 这个会不会说错 怎么样 考虑太多的问题 这个就其实你说的词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说出来 然后看遍对方的反应 然后这样慢慢产生一些 包括你去确认 你对这个人的了解也好 就有时候会说到你的心里面 你会对这个东西 我接受到了 然后你的反应都会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我在想 将来表演的话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台词 如果我们真说到了对方的心里面去 那这个反应肯定就不一样 这只是一些零星的一些感受啊 我嗯就是上完课马上就说讲出来 到时候也怕记不住 然后还有就是好多同学的 我我肯定是在班里面 就是英文最差的我一位吧 然后所以的话有好多词呢 我并不能完全知道他的意思 呃 不过就是反正我也 嗯在听吧去感受 有时候甚至不是 也偷偷的录了一下音 然后回去 有时候我在笔本子上记了一些词 然后去翻一翻 这样对我来说增加一些词会也有帮助 OK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 这就是我们2023年的第一堂课 然后下个礼拜 啊不不不下个礼拜 这个礼拜三我们再见 还有我想补充的就是啊 经过几个星期的那个同学之间的 这个上课的过程呢 我们应该是每个同学之间的那种 相互的了解啊默契啊 还有那种呃多多少少有这种情谊嘛 我觉得在课堂上都表现出来了 也相互的练习当中也能看得出来 大家都更加了解了 然后也知道一些对方对方的情况 所以就算在做练习的时候 也会当中透露出一些对彼此的一些认识 这样的话真的是感觉蛮好的啊 也我也感受到了 然后同学当中对我的一个反应 然后我们也在试着去给一些就是相对来说 胆小一点的朋友也一些鼓励 然后也有人给我一些鼓励 所以的话真的很棒 今天很开心 直到一群的视频 就会了им那些东西 就会把它绚绚的状态 再一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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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